2020年疫情来袭 餐饮业受创最惨重 经济部统计处公布的资料显示 台湾餐饮业4月营业额为479亿元 年衰退22.8% 比起1月锐净6成 顶先台北101店 平时约有三成客群为国外观光客 当各国纷纷封锁边境 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当消费者不出门 宅经济成了各行各业的新战场 转型电商更被视为餐饮业的救命良药 据雅虎奇摩超级商城的统计 美食品项在今年3月的业绩 比2月成长近4成 是全战成长动能最强劲的类别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资讯码连结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7月8号 由陈以华所撰写 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许多餐饮美食业者也急着转舵 纷纷恰询电商平台该怎么上架 疫情期间美食业者开店数年成长近1.2倍 是今年上半年开新店的最大宗 5月底 鼎仙首次与电商平台合作 加入雅虎奇摩商城 疫情让我们更确定 餐厅势必要转型 顶先淡窄面商品部经理 尤家新说 说到台北最著名的地标 非台北101莫属 这栋城市全球第一高的摩天大楼 树立在市中心 高楼城视野绝佳 商机庞大 其中符合进驻条件的业者 多为瞄准高端消费者的高档餐厅 而位于台北101第86楼的顶先海鲜餐厅 原本仅是路边摊小店 如今已成为在台湾北中南 共三间店面的高级海鲜餐厅 台北101店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分店 转型并非一朝一夕的工作 能在疫情冲击中 及时应变 生存下来的餐饮业者 往往早已超前部署 投入相关准备工作 2018年顶先成立商品部 更延伸到客人家中的餐桌上 顶先尝试打造的第一个外带品项是 及时乌鱼籽 味道等同在餐厅里吃到的一样 谈到商品开发的各种细节 尤嘉欣反复强调 底线是一间高级海鲜餐厅 外带商品少了101店位于86楼能看到的美景 也没有面面俱到的服务 该如何让消费者在自家餐桌上 体验到所谓的高级呢 以顶先最招牌的品项 淡仔面为例 我们是用生鲜面体 口感接近新鲜面条 最重要的是 里面有一只完整的鲜虾 由嘉欣说 顶先的冷冻食品 也是由餐厅厨师亲手料理包装 只求维持品质的一致性 店商卖场上的顶先淡仔面 六入就要卖730元 平均一碗就要122元 高定价反映了高成本 更深层的考量 是让顾客在家里吃 与餐厅一模一样的口味 正是由于前瞻投入 疫情爆发后 顶先在寻求外部平台合作时 已经准备好10项产品可以上架 同样是从2018年起 顶先也着手建立官方网站 投入电商销售 但都仅是小规模的测试 自己做电商时 都在摸索阶段 不太清楚市场的规范机制 直到疫情爆发 顶先才开始寻求电商平台合作 他认为 合作伙伴不需要太多 消费者可以透过网路搜寻 所以我们觉得 选一个大型的 知名的就可以了 因此 顶先选择了 于10年历史的 雅虎奇摩商城 作为唯一外部合作网购平台 加入超级商城之后 优家新发现 比起餐厅业者 仅有母亲节 粘接活动 电商市场的行销档期 相对于多元 更加频繁 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在慢慢熟悉当中 与雅虎奇摩 超级商城的合作 顶先快速认识 电商经营诀窍 包括冷冻食品 包财的选择 到行销影片制作 图片整修等 对于一个电商新手来说 雅虎奇摩给的资源非常丰富 省去很多摸索的时间 在疫情爆发之后 顶先的整体电商业绩 已有30%以上的成长 谈到下一步的目标 优家新说 光是在雅虎奇摩商城 上的业绩就要充到千万 为了实现目标 顶先已经展开下阶段的 商品开发计划 预计推出料理系列 与摊翁系列 持续思考如何将精致料理 转化为鲜食商品 从高档餐厅 直接送到消费者家中的餐桌 成为顶先成功的另类关键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 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